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晚上 我们接受伊斯兰教 皈依协会的邀请 我们也去了不少的同修 昨天他们问了一些问题 我给他解答 你们听了怎么样 满不满意 大臣经里面 佛给我们说了一个最高的原则 就是入博二法门 博二法门 就是法华经上讲的佛制佛界 中门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 那么诸位仔细想想 如果伊斯兰教跟佛教是二 你就不能入门了 事出事件是二 你也不能入门了 我与人是二 也不能入门了 佛二就是一 叫夜真法界 所以有了二这个 妄想分别执着了 就变成是法界 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 什么时候你能够回归到八二 回归到一 这问题解决了 这是入佛位 佛跟众生的差别在此地 所以修学掌握到原则 进步很快 违背原则 就是不得其能而入 所以佛家的性相不二 因果不二 生佛不二 自他不二 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皆是不二 一定要晓得这个原理原则 好 我们看看今天 我们继续 在讨论 在讨论 利望语 若利望语 得八种天所赞法 八种前面的五种 我们说过了 现在从第六看起 在经文 第八页 第二行 第二行 第二个字 六 以武物实 心肠欢喜 一个不忘语的人 他的言论 不会有过失 为什么 没有过失 他有智慧 这个常常忘语 是烦恼做主 习气做主 所以错误 我总是不能够避免的 人诚实 心地 真诚清净 不欺慌众生 没有忘语 这个人常开智慧 常开智慧 这个言论 当然没有过失 心肠欢喜 佛法里面常说的 常生欢喜心 这个喜悦 对于身心健康 是最重要的 一个因素 这个古人常讲 人风习似精神爽 如果要是人遇到悲伤 这个痛苦 身心健康 就受很大的伤害 多愁的人 决定多病 杂念多的人 决定不健康 健康的人 一定是常生欢喜心 常常愁眉苦脸 这个人决定不健康 所以 立望语 得这么多的好处 第七 发言尊重 人天奉行 一个人诚实 口口 他所说的话 大家都相信 都不怀疑 这个地方说的好 不但人不怀疑 祝天天道 都欢喜 天神 高高低低 层次很多 在佛法里面讲 佛在镜上 常讲 天 有二十八岁 高级的天人 五通的能力很强 这五种神通 六通里头 他没有漏进通 除了漏进通之外 其他的都有 天眼 天耳 他心 他心 你心里想什么 他知道 叫他心通 续命通 神足通 神足通是变化 唯独 没有漏进 漏涉烦恼 他烦恼 没有断进 也就是说 他妄想分别 执着没有断干净 但是 比他一下的人来说 那他的功夫殊胜 比上 他就不能比了 比下了 那他殊胜 这是我们跟他 不能相比的 我们的妄想分别 执着太重了 所以根本就不通了 那么妄于是烦恼 严重的烦恼 所以 古来族事大德 劝人修行 头一个要断 那么其他的 这个烦恼 容易断了 妄于不断的 就肯定 你的妄想 习气 一条都断不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不断的 忧罢了 天天还在增长 你的烦恼 吸气在增长 它不会 只在那个地方 真的是 不禁在退 所以天人都尊敬 天人也会奉行 末后这一句 是智慧殊胜 无能致服 这个就是讲的 古爱的变才 无爱变才 是不是学来的呢 不是的 无爱变才 是属于果报 这个果报 是从智慧来的 我们一定要明了 烦恼轻 智慧就增长 那么换一句话说 烦恼重 智慧就少了 烦恼轻 智慧就增长了 我们要想 开智慧 就不能不断烦恼 智慧殊 并才无爱 无能致服 这个无能是哪些人呢 烦恼 稀奇没有断断 他没有能力 跟你辩论他 释迦摩尼佛 当年在世 要度外道 这个佛经里面讲的 那个时候的社会 著名的外道 有96种 外道 不是毁谤人 不是贬低人 那 外道这两个字的定义 佛在经典里面 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心外求法 这外道 所以我们自己 要细心 去检点 去反省 我们是不是 心外求法 如果是心外求法呢 那也是外道 这个外道呢 在佛门有个术语 叫门内外 在佛门里面的外道 虽然学佛 归意受接了 还是心外求法 换一句话说 对于佛的经典 没有深入 不了解 经教的毅力 念念呢 还会受 外面境界的影响 这都叫外道啊 所以外道的意思 很广很广 与外道相对的 内学 所以佛法 从哪里学起呢 从内 内是心性 换一句话说 内是能性能变 外面呢 是所性所变 能性能变 是真的 所性所变 是假的 你在假的 那一面就求 那你 哪一年你才能见到 这个见到 就是你见到星星 中门将的明信 见信 见信 这才入门 佛家通常讲啊 入大臣之门 才入门 距离 登堂入石 那还相当遥远 这个入门 这个入门 在华言经里面 就是初诸菩萨 华言是原教 原教初诸菩萨 入门啊 换一句话说 原教实性位的菩萨 还没有入门 但是 他接近 他向着这个大门的方向 没有错 但是还没有走到大门口 这一步踏进去 这叫初诸菩萨 还没有进门 还在门外啊 这是实性位的菩萨 所以佛家将畏刺 入门才算 拉到学位 所以实性菩萨 没有畏刺 初诸以上 这就畏了 那么由此可止 是佛法是从内求的 内求助己 不求助人 佛法的殊胜 实在讲 内正的方法好啊 直接稳当 他不愈悔 直接教我们从内正 但是 我们往往不懂得 佛的意思 不明了 佛教导 我们方法的 所以啊 于是 有意无意当中啊 我们的思想 隐形 跟佛所教的 恰恰相反 这是我们 不能争够 不能入门的 真正原因 如果我们 懂得佛的意思 知道 他的善巧方便 如理如法的修许 在一生当中 其如境界 不是个难死啊 那么话说回来 现在佛教着 我们不忘语 我们能做到吗 难啊 做不到 但有意无意 违反了吗 什么原因做不到呢 我没忘记 我要说老实话 对我不利啊 你看看 总共我在那 这个观不能透过 《般若经》上 也再给你讲啊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为什么还要 坚固执着 我 诸佛菩萨 为什么敢讲真话呢 他无我 换一句话说 没有厉害啊 他讲真话了 我们凡夫 起心动念呢 头一个 这有厉害啊 所以 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 是愚痴 是无明啊 你的损失太大了 你所得到的利益 太小了 你损失 大在哪里了 明心见性 这个损失失掉了 你看看 这个损失 所以 我们如果真正知道厉害得实 你肯定 会随顺佛陀教会 你看伊斯兰教里面 伊斯兰教 总结 这他们自己说的 总结 伊斯兰教 这两句话了 顺从 真主 活目待人 跟佛家讲的 没有两样啊 在佛法里面 我们常说 随顺 随顺 信德 他们说 随顺 真主 没错 信德 就是真主 真不假了 只有自信 是真 他那个主 是主宰 主宰是什么呢 就是华元山讲的 能信能变 唯心所信 唯实所变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都是心信变现的 佛家称心信 他们称真主 名称不一样 意思是一个 诸位想想 虚空法界 这个里面 有多少 不同的 族类 有多少 不同的 宗教 有多少 不同的 文化 有多少 不同 生活的 方式 全是 新信 事变的 佛在大经上 不知道 讲多少次 离开 信实 无有一法 可能 所以 《法相为实》中 里面讲 为实 那为是独一 就跟他们宗教一样 他们说 唯一的真神 法相中是 唯一的 这个 这个 信实 所以 你把它 汇通一下 不是一桩 事情 不同的部分 我昨天跟他们解释了 是因为 我们生活习惯 不相同 我们居住的地理环境 更不相同 新加坡人住在日代 西伯利亚人住在寒代 生活方式不一样 这个地方衣服穿得淡薄 那地方穿皮衣服 这是地理环境不相同 生活方式不相同 历史文化不相同 差异在这里 那我们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地理环境 那我们到白方 我们穿这个衣服也不行啊 也得要穿厚衣服啊 他们到此地来的时候 他衣服也要脱掉 穿淡衣服 这就是入境随俗啊 不同是这些地方 这是小四小节 不是根本 根本是相同 目的是相同 目的都是要教我们生活的舒适 生活的幸福 目的完全相同 那么就晓得了 为什么教法不相同 这个手段不相同 那是有原因的 所以你只要佛家求的 没有别的 佛家所求的智慧 彻底明了 明了通达宇宙人生真相 《波若经》上讲的 诸佛实相 真正通达的人 明了的人 在佛教里面称之为 佛陀 称之为菩萨 在其他宗教里面称为神 称为圣人 称为神的使者 名称不相同啊 圣智没有两样嘛 那么佛法 那么佛法 众是智 不众行事 所以佛法跟其他宗教很容易构通 如果众行事 疏或是智 那很难构通 我们总要明了这个道理 智慧开了 就圆融了 所以《楠言经》 二十五位菩萨 说他修行正果 叫圆通 你看二十五个人 个个都圆通 所以个个都第一 没有第二 通很重要 语言通就更妙了 那么这是八条说出来了 若能回向 我六多罗三位三菩提哲 后尘佛师 既得如来真实 这是如来古地上 得地向好 如来的真实语 是从 波望语 这个夜音 带来的 如果从向上讲呢 既得如来 光长设想 那是从向上说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